凤凰台风带来庞大雨量 台东的资本已经出现了淹水的情况 因为公路的排水沟排水不良 大水一路的淹进卖世家的店家里 让店家抱怨生意都不用做了 乘风大雨入境台东资本明显感受 凤凰台风威力强大 凤凰台风带来的雨势相当强大 所以导致台东的资本溪目前是已经暴涨了 也导致有部分的地区已经开始淹水 溪水暴涨排水系统如临大敌 黄志诚的泥水已经冲出公路旁的排水沟 一路淹进这个卖世家的老妇人家里头 每次跟他们讲因为这速度都很慢 没有水都已经灌进去了 灌进去了 公路总局立刻派人来关切 但是雨势太大只能放着让水继续淹 另一头在山坡上的排水系统也出问题 老爷爷无奈只能不断把大水往下送 资本地区如果继续降下豪雨 造成的灾情恐怕更加严重 这条体卢一红台东采访报导 这条体卢一红台东采访报导